劉建國出席雲林在地活動 頻繁露面增加曝光度 為二零二四選戰預熱同場臺下 還有一位國民黨熟面孔 中華民國全國商會總會理事長許舒博 曾任五屆立委 也曾任國民黨雲林縣黨部主委是資深黨員 在如今國民黨還未推出雲林立委 第二選區人選之際 兩人同臺是否透露 接下來有可能來一場君子之爭 許舒博直求對決 回應不會參選 但接著話風一轉 提到藍營人選該由誰出現 許舒博憂心藍營推出人選的時間點 攸關選戰該怎麼打 言談中提到的邱良悅 邱副總 歡迎歡迎 緊跟在張立善身邊陪同侯友宜 在雲林的公開行程 他就是肉品市場副總經理邱良悅 白襯衫搭配牛仔褲 留著一頭短髮斯文氣息 被傳出是國民黨可能推出 與熟男立委劉建國一決高下的人選 劉建國按照自己的步調持續深耕 地方就算可能對上秋良悅 藍營遲遲沒有讓人選拍辦定案 卻也讓許舒博在言談中流露遊行 三十五六一的吳宗的謝雲珍 雲林採訪我到